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李克强表示当前的中德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 中方愿同德方在即将举行的第四轮政府磋商中 深入探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.0对接 第三方市场合作 智能制造 创新创业等领域的合作 中方欢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话投资 希望中德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中的沟通与合作 共同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